上一集,我们曾搭地铁和火车从大阪前往奈良一日游 一到奈良公园,就看到很多小路来欢迎我们 而且还一直跟我们讨食物呢 我们还参观了远离都市喧嚣的二月堂 今天我们又乘坐日本的电车和地铁 从大阪前往神户啦 在上一集,有说过日本的交通工具是很方便的 从大阪前往神户其实有很多种方法 推荐大家搜索Google Map或者Japan Travel App 以获取更详细的资讯 而且这款Japan Travel App还会显示路线的价格 非常实用 从车站一出来,就看到一整排的商店街 尤其是神户的牛肉店 商店街道上还有药店哦 其实日本的药店连日常用品都有售卖的 因为现在时间还早,所以很多商店还没开始营业 有点像科尔玛的建筑 很多人对神户的第一印象就是牛肉 但其实神户是一座结合了西方与日本文化的城市 因此神户的另一个特色就是这里有非常多的艺人馆 在前往驿人馆的途中无意间发现了这座神社 神社位于宁静的住宅区域 其实一共有八座神社守护着神户这座城市 他们分别坐落于城市的各个地区 但我们只发现了这座艺工神社 要前往艺人馆就必须要一直往斜坡上爬 一只隔一半 艺人馆其实就是指以前在这里居住过的外国人的体财 这里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艺人馆供参观 艺人馆入内参观都要给入门票哦 我们自备了很多干粮和粮食 在那么幽静的环境吃面包也是一种享受 神户会有那么多艺人馆是因为它从1868年打开港口后 就吸引了很多外国人移民并且定居在这里 来到艺人馆区一定要来这里的星巴克朝圣 从艺人馆区域继续往山上爬 就会抵达一个叫北野道的地方 这里其实是一个观景台 可以让你服侍神户四驱 哇哦 神社位于北野地区的高台上有着很好的视野 因此还被称为是天空之色哦 神社建于1724年 据说能够消除厄运 保佑参败者考试成功 神户的另一个必来景点就是这里啦 森田神社 森田神社已经有1800年的历史了 森田神社对保佑恋爱结缘 事业有成和健康长寿都非常明艳 其实在1184年的时候 两大五家原市与平市曾在这里爆发过战争 但现在这里已经变成都市中的能量聚集地 备受人们的喜爱 来到神户肯定得尝尝当地的特色牛肉 但是因为周末时期人潮太多 牛肉餐厅都大排长龙 所以我们做了大幅度的更变计划 从原本的牛肉大餐转变成大阪烧 你没听错 我们从大阪前来神户吃大阪烧 但其实还蛮好吃的 他吃饭了 他吃饭在2週间 这个是一家iges 这家人的隔壁 这里是20度 好喝 你是一家人的酒 这家人的真细 真不错 对 对 我们来到中华街已经是下午一点多 基于是周末和午餐时间 因此人潮多到爆 不建议大家这种时间来逛中华街 连站着吃午餐都是个问题 我们来到了这一间叫做Estación的咖啡厅 享受片刻的下午茶时间 这家咖啡厅就在新大阪车站内 新干县入口处附近 这是他们的推荐蛋糕 都是新干县对比特尔安 Hasem的换劲 这身对比特尔安 还是计划分开 厨厅的表面 放弃 好似乎 我以后可以做的话 这些费用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